好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APP机器人的工资柜的安装以及一些摆放 以及里边的机柜里面的一些主要零部件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吊装 吊装的时候呢我们在柜子这盖子上呢我们会有四个孔 这时候呢我们吊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 把机器人吊装到你所需要的位置上面去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如果是连着底下的一个托板 有个木托板的时候画了一个机器用插着 插着木托板插到指定的位置 在摆放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按照这样一个示意图 来保证一个摆放的尺寸以及空间 这样好处是什么呢 主要是一个能够让机器人有更好的散热的空间 以及有更好方便你对机器人的控制柜 以及视觉器进行操作 好在柜子上面呢我们都会摆放一个视觉器的 视觉器的放呢要不就好像A这样放在箱子的顶部 这有个架子把视觉器放在这里 然后呢那个线的架子呢可以把那个线挂在这个架子上面去 另外一种方式呢我们提供这种安装方式 这样呢我们可以把那个视觉器呢放在控制柜的门的上面挂在上面 然后呢这个架子就是用那个线的架子 可以把线放在这里 这两种方式的选择就根据你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控制柜里面的一些构造 首先我们看一下柜子上面的一个控制面板的一些按钮 最上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电源开关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集停按钮 然后这是上电与浮位按钮 接下来是自动与手动切换的钥匙开关 下面呢是一个USB接口 USB的接口呢我们可以把U盘插到这里来 然后呢在视觉器操作 备份与恢复的操作 比如把文件我们可以把它备份到 U盘里面去 下面呢是服务端口 这个端口呢主要是通连接网线跟电脑之间连接的网线以后呢 我们就能够通过Lobot Studio这个元件呢 对那个机器人进行在线的监控 然后呢在服务端口右侧呢是一个视觉器的接口 这个接口呢就是连接我们的视觉器的 再往下看 在最左端这边呢我们是一个电源的接入口 这里接入一个三项视线的电源线 然后呢供电的给我们控制柜 旁边呢是机器人伺服电缆的一个接口 然后这里你们看到有一些备用的黑色白色一些档块呢 是我们已经留好了一些你们外部的设备 可能要跟机器人进行一些总线连接啊 信号线连接啊等等这方面呢 可以把这个黑色的板卸下来 然后呢把线穿过这个孔呢就能够连接到控制柜里面去了 好右手边呢这里还有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就是机器人编码系的电纳接口就在这里 好打开柜子柜子的门上面呢挂着的就是device net 总线的IO模块也是ABB标准的IO模块呢 一般都会挂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呢还会提供一个24V的电源 来供给板和IO信号所使用的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蓝色的这个呢是一个手环 静电手环防静电手环 就是说你要拆里面的元件的时候呢最好把这个手环戴在手上 来防止静电对我们器件的一个损坏 好打开柜子呢我们就看到上方呢就是一个主机 然后下面是一个电容 这个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当你关闭了这个开关以后 我们马上呢这个电容投入工作来完成机器的在系统的关电的操作 右边呢是一个安全面板 这个安全面板在稍后的环节里面会详细给大家讲解一下 安全面板下方是一个轴计算机板 然后呢它是从主机接收信号来到轴计算机板 然后轴计算机板呢把信号输送到伺服驱动 来驱动机器人的六个轴的运动 然后这边呢是一些电源 就是交流变直流的一些电源模块 然后下方是一个上电控制 就是当我们按下那个死人键一行 都要都会听到一个接触器的那个声音 其实它就是这个来自这个上电控制这个板上面 这个板上面的来做上电的控制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方是一个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